OK,那现在开始呢,就是科林的《如是我闻》了 今天呢,我准备讲给大家听呢 就是一些经常听到的 但是呢,又不知道它出处啊 又不知道它原来是怎样,有没有讲错啊,都不知道 那么呢,我就用这个方法呢,来和大家谈谈 那么,这里呢,我们,我曾经呢 就是,在几年前呢,写过一本书 叫做《提防考起》 当年呢,就是在一个日报上呢,刊登过 一些,又是这种这样的 生活上经常会听到的说话 但是呢,又不知道它的来源的哦 那么,我就搜集了这些资料之后呢 这次呢,就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也是《提防考起》的逐集 不过呢,这个就是网上版 就不是文字版 那首先呢 我讲一讲呢,经常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 就会讲,啊,这个样东西 《乌里丹多》哦 那乌里丹多是什么呢 乌里丹多呢,就就是说做人呢 不伦不类,乱七八糟,乎丽糊涂 这样 啊,比如举个例子呢 就说,哎,这个研讨会呢 就是做得乌里丹多了 错流百出时间表都做错了的 啊,那... 那... 怎样... 這個烏尼丹多呢 真是 是有故事的 不是很多人認識 我第一次看到烏尼丹多的故事 是在 一個野史裡 唐朝的野史 裡面見到 這個故事的來源 那 適逢其會呢 我有個侄 這位侄哥就問我 又是問我什麼叫烏尼丹多 那我就說 是一個人名來的 他真是黑笑 當然每個人都說 一想不到就叫做人名 人名叫烏尼 我說是 真的叫烏尼 這個烏尼姓烏尼 叫阿里嗎?不是 這個姓烏 叫烏尼這個人 他是唐朝人 相傳在1278年 宋朝末年 元初 我看這個唐宋 有少許 有少許不同的 不過我們都當這個是 宋朝末的元初 的人物 那當時 那當時軍統的統帥呢 張宏 就領領大軍 就追擊這個 宋軍 殺到他去哪裡呢? 殺到廣東 那時候呢 廣東呢 一帶呢 還是 荒蕋的 但是呢 你听过宋帝炳 都来过香港 现在 建金沙线的铁路 都发掘到当时 在这个 圣山附近 近住 现在拆了的 宋皇台 当年宋皇台的地方 还是有些古村落的 所以 来到广东这一带 来到九龙这一带不是奇 但是他没有来到那么远 他来到大约是香山远 香山远就是中山 现在改名中山 宋军包括了 那个忠臣 陆秀夫 张世杰和小皇帝 宋帝炳 圆军 非常多 军马的 追杀到来 他有个白夫掌 这个白夫掌 就是叫做乌尼 那些人读得 快点 或者将个尾声 读为上声 就叫乌尼 那这位乌尼 高头大马 一把单刀 重六十斤 杀尽这些宋军 赶尽杀绝 那些宋军呢 见到这个乌尼 拿着把单刀 打到来 真的都不行 那么 当时呢 几名受伤的 宋南宋将士呢 就 得到这些当地的村民的帮助呢 就 落了一些艇 逃走了 那你知道呢 香山呢 即是中山院附近呢 就是这个珠江流域 哇 很多 葱啊 河啊 这样的 那么 所以呢 落船走呢 落些快点走呢 是好过在陆地呢 骑马的 那但是乌尼呢 就是蒙古人来的嘛 他落到来 沙都来南边呢 就骑着一只快马追了 一路追一路 飞舞那个单刀 就大声 大声呼含 就想跳过河呢 捉住这些宋军的将领 奈河呢 一跳河的时候呢 胡逃胡逃就连人带马 嘣声跌下水 那么你知道那些蒙古人呢 就马上功夫不错 但是呢 不懂水性 咬一裂下水呢 就扔扔扔 就一尾 就喝水 那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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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振扎 就越 结了 越沉了 那之后呢 就 拜拜 那蒙古人 后来消灭了 呃 崖山之后呢 的重温之后呢 就 呃 非常之憤怒 就觉得呢 南宋的兵呢 害死了他一个 呃 大将 就是污吕啦 于是乎呢 就 轻建了一个呢 呢 乌丽将军的庙 来到去 呃 紀念他 那那 那那 廣州呢 白县那些小孩呢 呢 见到庙里头呢 呃 那于呢 呃 在这个 呃 香山那些小葱那里呢 浸死啊 那于是乎呢 就 笑这个 这样的庙 这个这样的 立庙的神呢 就叫做 乌丽丹都 那当然是贬义呢 就是说呢 这个人呢 一塌糊涂 啊 阿伯丹都 肥尼肥尼 那么呢 现在呢 这个像呢 仍然藏于呢 新会的博物馆那里 啊 属三级文物的 你不信呢 你自己真是看看 吹丹都 这个 这样的人物 引致到成为一个 这样样的 呃 传说 而成为一个 广东话 的谚语呢 啊 由这样 起下 那 第二个呢 我们讲讲呢 另外一个 西方的了 这个西方呢 这个呢 呃 我记得好像是呢 当年呢 这个 呃 立法会 的主席 曾玉成先生呢 提出的 他说呢 这个呢 就叫做 塔斯托陷阱 塔斯托呢 是一个 罗马文来的 那么呢 很多读书那么久的人呢 未必懂得塔斯托 塔斯托 这个塔斯托呢 这个人呢 这个名词呢 叫塔斯托陷阵 陷阵就是 塔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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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样呢 的陷阵呢 是用来描写什么呢 它描写呢 当一个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的时候呢 就会跌下去 一个塔斯托陷阵里面了 自此以后呢 跌下去了陷阵之后呢 官员 无论你说真话 或者说花话 或者说假话 或者说 偽话 现在就是说 偽术就是 假个偽啦 一律 人民都听到之后呢 就当你是假话 没有句真 不只是政府的 你说那个 那个老公 整天回去 跟他老婆说 那都可以说 他是 陷入了 塔斯托陷阵 因为他说什么呢 都没人相信的 或者在公司里呢 有些人呢 又是这样 说什么都没人相信的 都当他是 说假话的了 所以呢 塔斯托 陷阵呢 曾玉成说呢 就是说 政府呢 的官员呢 最紧要呢 就不要被人养成了这件事 养成了一个不信任 有不信任呢 那就是结了 那最终呢 就是堕落了 这个塔斯托陷阵 那用一个这样的 古罗马的人物 和这个故事呢 来到成为一个西方的成语 西方的言语 塔斯托陷阵 好 那又说了这么多呢 西方呢 又不妨说说中国的东西 这次呢 我说这个中国的东西呢 就是在南音 唱的南音里面呢 找出来的 很多人都问过 这个名词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真的不会解释的 这个名词呢 就是在 我第一次听 很多个都听过了 阮兆辉啊 什么都听都唱过 这套呢 黑桃秋恨里面呢 其中一句 他说呢 买了很多东西 去制那个 死了的妓女 那么其中呢 有一件事叫 荷兰大 荷兰呢 又叫做牙兰大 又叫牙兰大 那么究竟 牙兰大 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为什么会有 说牙兰大 这个名词呢 那么有的人说呢 牙兰大呢 就是扎脚布 扎脚就带了 那么有的人就说 牙兰大扎脚 难道那个妓女啊 或是秋娟 又扎脚吗 那不是奇 你知道扎脚这件事呢 在南堂开始呢 就已经流行了 那当年呢 爱尼呢 表现到一个女士呢 在一个扎脚里面 走呢 就会 扎脑多一些 摇下摇下摇下 那他呢 布布莲花 就是说他呢 在地下呢 画了莲花 跟着那个莲花呢 来跳舞舞步 因为皇帝很喜欢看的 啊 好扎脚啊 好扎脚啊 好正啊 但是这个扎脚布呢 会不会 这个所谓牙兰大 会不会是妓女 他的脚都是扎脚呢 那不是没有的人都可以扎脚的 原来呢 在清朝的时候呢 汉族人呢 只是扎脚 在他满族人呢 或者 蒙古人呢 他是不扎脚的 你扎脚之后呢 他骑马 狩猎啊 这些就很不方便了 所以呢 他保持在大脚的 那 在 汉人来说呢 又不是 每一家企 都是扎脚的 因为呢 如果你是耕田的 农夫的 在农村生活的 你女儿扎脚呢 那怎么帮到你手呢 是不是 行些田鸡都不方便了 扭两扭 跌下去 踏了 跌到屎踏了 当然 周身散了 所以呢 正是呢 在城市 或者观患之家 或者有钱的人 的千金小姐呢 你扎脚 那千金小姐 会不会 沦落到 后来做了 妓女 卖唱呢 未必卖身 会卖唱 那就不知道 那麦士抽冠 是不是呢 那 看这个策略抽恨 说呢 你 买 阿兰大送给他呢 作为一种呢 消了给他的 现在七月啦 作为消了给他的一种礼物呢 所以他是一个扎脚的小姑娘 都没顶 扎脚的妓女都没顶 或者歌女都没顶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见过 那 有个 有人说呢 在东莞乡间呢 见过那些 村呢 叫卖的女人呢 里面呢 有些 卖饰物的小当 沿途呢 就担住两行 两康的 两个 用竹做的 康 盒 那这些行李呢 就 一路 沿途叫卖呢 就说 阿 阿兰油 港船 阿兰斗 阿兰大 就是从这个阿兰油那里出来的了 因为卖在农村的妇女用品 那 当时呢 洗头呢 那些妇女呢 就用木舌 刨花 就做了一些油 刨花呢 大家这里呢 现在 摩登时代 没见过 就好像 现在呢 就是 去看那些刨木 刨完木之后呢 那些木舌呢 就叫刨花 那些木舌呢 刨了花呢 那些 那些漂亮的木呢 刨出来的花呢 就有油在那里的 就加上了这个茶子油呢 茶子康呢 就做了一种洗头水 那然后呢 那然后呢就 用来洗头 就爽一点 那当年呢 在这个社会里面呢 还没有来老的洗头水 卖呢 那那 那妇女呢 那些头发比较长呢 是呢 需要有一些这样的植物性啊 植物性的油脂 那洗头之后呢 就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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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将来塞上来呢 容易一点贴服 阿兰呢 这个这个名词呢 其实呢 就一些呢 染了 不用颜色的 线 那有时候呢 是红色 粉红色 粉蓝色 等等 那呢 阿兰戴呢 那些人呢 就说 他洗完头之后呢 那些妇女呢 都流行用这个阿兰戴呢 来扎起 边 扎过边尾 那所以呢 会是 讲着 这种这样的 妇女用的 头色的 的线来的了 那当然呢 各有各说的 这个 这个 很多种不同的 说法都有 但是呢 口句呢 就是这样讲 阿兰戴就是这样了 好了 那又讲一个呢 廣东的 俗语 这个俗语呢 我们经常都用的 讲也 都 全流到今天 仍然呢 是 很多人呢 应用 不会过时的 这个名词呢 我们叫做 车大炮 这个就是大炮了 车大炮 车大炮呢 在普通话呢 国语来说呢 就真的呢 外光佬是不明白的 什么叫车大炮呢 当年总理呢 孙中山呢 也有人叫做 孙大炮的 又是他呢 说话呢 很多 啊 作大的 那 那 现在呢 大炮 车大炮 首先呢 就有呢 讲大话 或者呢 夸大其词 这样 这个呢 很多人就问了 何解 叫车大炮呢 大炮呢 他就以为呢 是 很大的 的一个 火炮 其实呢 这个炮字呢 是不是这样写的 这个车呢 就现在说 车天车地的车呢 就变成了一个名 一个动词 但是呢 如果作为一个动词呢 那车呢 一辆车的车呢 就只能有 驾驶的意思 那实际上呢 有同呢 原来呢 这三个字呢 扯 大炮 这三个字呢 有少少 的分别 应该呢 是扯 这个扯呢 就剔手边 做一个指 这个指 这个指呢 就是 呃 好像一个上字那样 就多画一栋 停止的指 剔手边做停止的指呢 就是扯了 大呢 没错 都是那个大 炮呢 这个字呢 就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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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怪了 他呢 这个字呢 怎么写呢 就是大字 头 一个某字 这个某呢 就是指丑人某的某字 好像两把刀那样的某字呢 某时的某呢 啊 那 大字 头 就是一个某 那 原来呢 应该是叫扯 大炮 那扯呢 就有攀谈 说话的意思呢 啊 那 那 譬如 普通话 现在有用呢 它都是胡扯的 胡扯的 胡扯就是乱言无谓 那 那 乱言无谓呢 就是一个扯字呢 就已经呢 表现无谓了 那 那个炮字呢 这个 和 大炮的炮呢 因为炮掌的炮 开炮的炮呢 就是同音 啊 大字到某 那 这个字的意思呢 就是虚张声势 跨大失实的意思 在说明解词就说呢 某 大也 啊 某 就虚张之大也 那 就是说呢 虚张声势 得 得过呢 港字 大大 这样呢 夸张了 那 那 说到呢 这个 出处之后呢 你看看了 扯大炮 为什么会变成 现在说到 叫扯大炮呢 呢 一来呢 就是因为 毒音很接近呢 另一个原因呢 就是 清朝的中业的时候呢 西太后啊 老公呢 就是咸丰 咸丰 年间呢 英法联军 入京 当时呢 洋人呢 军队呢 船坚炮利 清兵呢 虽然都有大炮 顶着 但是呢 他的军备呢 落后了 英法联军呢 都派了 没有二十年 都有三十年 那这个 古老大炮呢 而且很笨重 那 现在你有空呢 可以去看看呢 很多警署啊 有很多呢 现在呢 那些大炮呢 都在前面陈列 那你看到呢 真的呢 找几只马拉拉 不动的 那些 钢炮 鐵炮 来的 发炮的时候呢 要找那些 找个药引 点着它 原来塞个炮弹 真是炮弹来的 一块大铁 足够的火药呢 在爆炸的时候 就将它呢 一声呢 就弹向敌方 那当时呢 那一弹去呢 扎了扎死啦 如果那里有木建筑啊 或者是筑建筑呢 就含声 应声 就散了 那所以呢 每每呢 陈土呢 都飞扬 龙烟就密布了 那 如果是 中国人来计呢 那些炮呢 都是帮衬 这个 外国人铸造的 当时呢 明朝的时候呢 你知道呢 澳門呢 那些 外籍神父呢 很多呢 是炮专家来的 而且当时呢 澳門是全 中国呢 全世界 不要中国 全 全世界呢 的 造炮 第一的 工厂地 很多 很多订单 在那里 做大炮的 那 因为呢 他的 中国的炮呢 就肯定不够 羊炮 厉害了 于是乎呢 就打到 打到 打到 打上来呢 就 真的呢 炆腿和牛腿 真的不行的 那 这里呢 就 插开 讲一点点 这个炮字 究竟是火字 哪里做的 包呢 还是石 哪里做的 包呢 两个字 其实都是炮 是不同的炮 怎样不同的炮呢 中国以前的炮呢 真的呢 用石的 那一种呢 弹簧的原理 或者一种呢 平衡木的原理 就用它呢 装了一块石之后呢 就拼过对方 那这些大石呢 拼过去之后呢 又会使得呢 对方呢 敌人呢 头穿 压烂 那但是呢 就不够洋人 用了 铸了个 铁的 炮管之后呢 点火药 然后用火药的 推动力呢 推动铁 铁的炮弹呢 出来 然后呢 隔了一个相当 长的距离呢 都是使得呢 敌军呢 是 受到损害的 如果呢 大家呢 去到澳门呢 在呢 这个 大三把 再进去里面呢 所谓的炮台里呢 你会见到很多炮 那这些炮呢 就是当年呢 澳门的铸炮 的 成产品来的了 是有年份记载呢 可以看到呢 几百年前呢 至少四百年前呢 都有这种这样的武器 产生 而且呢 是 相当有威力 在东望阳的炮台呢 曾经呢 发炮 他使得在船上 想入港的 荷兰船呢 是真的呢 炮了他 怕他 砰一声呢 炮中过来呢 整个船都不用外 都可以沉 那 石字边的炮和火焰炮呢 有这个分别 那 车大炮呢 在那时候呢 也有呢 一个同音那样的 误会 或者呢 慢慢 约定组成呢 就 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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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一架车就车 灾 一架火刺冰的炮 那就好像呢 一個 打仗的时候呢 混送的 一架大炮 使得 祭敌 但呢 很多时候呢 这些车大炮呢 是只有港车而已 那 只为呢 慢慢用上来 又变了 是 没有句真 啊 哭难夸张其词 这样的解释 清代有本书叫《说文异正》里面 对这个炮字 大字下的某字 这个炮有解释 木工作空药炮 古时木掌用斧头 把小孔作大 更变成大孔 就叫炮了 所以 又有个感受 这个感受就是村庄父会 就是说 现在我们讲东话叫作大 作大 作大 就是 作大 炮的 就是 这种 那 那 那 说完这个车大炮呢 对不起 刚才那个机子有点点失误 要我 完成 没错 没说完 没完成 因为还有一些时间 还可以继续讲的 那 今天呢 讲的题目呢 仍然呢 就是 是 提防 考起 里面的一种 整天讲的事 整天听的了 但是呢 就不知它的来源 又不知它的 原来是怎么样发生的 那 今天呢 我继续讲这个呢 就是讲 哈佬这个字 哈佬呢 英文来的 哈佬 哈佬 那现在呢 美国 人呢 通常呢 不用哈佬的了 用 哈佬 那就算了 其实呢 由哈佬这个字呢 是变化出来的 哈佬这个字呢 最初呢 就是 講电话用的 日本人呢 一听电话 就没事没事 西方人呢 英国人呢 一听电话 就叫哈佬 哈佬 那究竟哈佬是什么呢 原来哈佬这个字呢 是个人名来的 哈 是个人名来的 啊 就是一个人 而且是一个呢 女孩子的人名 这个小女孩呢 这个女孩子呢 就叫哈佬 那为什么 叫哈佬呢 他真的是叫哈佬的 他是H-E-L-L-O 哈佬 哈佬 他呢 他呢 前面呢 这个是他的NASNAME 就是他的姓来的 名字呢 叫做MARGRET 馬加列 馬加列 哈佬呢 哈佬呢 何解会成为呢 现在日常生活 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们第一次见面 就是哈佬 哈佬 变成这个字呢 是有Bell 有Bell 这家公司的 用他的名字来做公司的名字 他真名呢 全名叫做Graham Graham Graham 那由他呢 他的聪明才智呢 就发明了 电话这件事了 当然 有线电话啦 当然 那 第一次 要试用这个电话的时候呢 他呢 就打去 给他的女朋友 MARGRET MARGRET 大家刚才说了 MARGRET呢 的姓呢 就是哈佬 于是乎呢 第一句说话 在他通电话的第一句说话 就叫叫 对方的姓先 哈佬 因此呢 相传下去 所有的那段话呢 一开场 第一句就是哈佬了 哈佬是中文来的 哈佬 这个呢 是一个历史的故事 但是呢 我相信呢 除了你听我这个 科林 这个如是我闻之外呢 都没什么人说你听 哈佬是个人名 是个姓氏 而是 发明电话 这位老友 阿佬 那个女朋友 第一次呢 来到呢 来到呢 呃 叫他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一个呢 哈佬 所谓 呃 历史迷传下来 现在呢 变成了呢 所有呢 呃 一见面 在西方呢 都是叫 哈佬 那先 走 那后来 转变了简称 哈佬了 哈佬 哈佬就是 你好 那个美国人呢 的文化 缩煮的 那 说完西方又说过中方啦 中方呢 我們經常都看武俠小說也好 日常生活都聽到了 就說我們這個叫八拜之交 八就是數目字的八 八就是大家互相 拜後的拜 八拜之交呢 本來是表示世代都有交情 叫兩家子弟 結見對方的家長的時候 一行禮 就叫 拜 拜對方的uncle 當時禮 那現在呢 就將他引伸轉化了 成為了 結拜兄弟的重要儀式 那八拜之交呢 的典故呢 是出於宋代 宋徽宗時期的著名的文人 阿兆百溫的 那 宋徽宗呢 大家認識了 這個 很 畫畫聰明的人 受金體的發明人 但是呢 他做皇帝就沒有那麼好 亡國之君 是吧 那 最後呢 這個北宋呢 滅亡在他 揮中 陰中 兩個蠢皇帝 兩個呢 紫色 藝術的皇帝手上 那 那 還要呢 清意行走啊 還要去服侍那些胡人 啊 真可憐 所以呢 一起在宋徽宗呢 大家呢 就記得 政康齒了 政康齒尤未選國非那個 政康呢 就是他們那個年 的年號了 後來呢 金融白小說呢 就變了 改名的郭政楊康 就用了政康兩個字 那麼當年呢 再說回政題呢 就是 在邵百溫 寫一本書 叫做 邵氏 文建禄 不是 我們 老闆邵六 都是叫邵氏 那 北宋明神呢 文彥博呢 就聽說呢 郭子博士出身呢 有個李職 這個姓李的職這個人呢 就社職的職 和至哪個職 對 代人呢 十分傲慢 可能呢 是才子呢 那 做 那 講 對人說 對人說 李職的老爸呢 曾是我的門人 就是跟過我的 這個 兒子 李職的老爸 曾經跟過我的 按背份呢 他應該是我的晚輩 他應該是我的晚輩 以前呢 很重要的說就是 什麼輩 是誰人 你是 世侄 你是 阿叔阿伯 都會的 他說呢 這個 這樣 牙策仔呢 的背份呢 是低過我 他居然這麼傲慢 我真是呢 做阿叔的呢 阿伯的呢 真是要教訓他不可 怎麼教訓他呢 有一次 文彦博呢 就 剛剛官呢 就做到 北京的 手臂了 啊 這個 李職的 鄰街症 那一路 等 等來 等去 都不肯 見他 等到悶了 就出來了 見到李職的話呢 文彦博說 你老爸呢 你專用 就是我的 老朋友來的 你就對我呢 要行禮 怎麼行禮啊 要向我行八拜之禮 怎麼叫八拜之禮呢 就是說呢 不是就這樣一禮 一拜 跪在那裡 一拜 就算數 就要八次 這樣跪下 再 拜他 再 透手 那就為之呢 合情 合這個禮節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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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職呢 因為 背份低嘛 不敢做刺啦 不敢 牙刺啦 就只有呢 向文彦博呢 行了 八拜之禮 文彦呢 掌報身份 大刺刺 這樣呢 就坐在那裡 等你 拜完 又拜 終於是拜了八次之後呢 這樣呢 他認為呢 可以錯了 李哲的奧氣 那這個 這一次呢 阿民彦博的 做法呢 流傳在歷史之後呢 所謂 就叫做 八拜之交 就是這樣來的 那 那 講 講 講得比較 這個 細節一點 就說 一般人都認為呢 八拜之交呢 是八次下拜 下拜 還要呢 衝著八個方位來叩頭的 東 南 西 北 再向 東南 東北 西南 西北 跪下作拜 其實呢 八拜的拜的八份 感天動地的友情呢 講的是 八老人 古人的朋友之間呢 的肝膽雙照 以逼云天 頭一拜呢 有明清的嘛 就叫做 百牙子旗 知音之拜 百牙子旗呢 就 歌都要唱呢 這個呢 就是 大家 共 在這個 溪邊彈琴 大家知音 現在講百牙子旗呢 就是 作為一個 知音 的 解釋了 知音呢 就說大家呢 很想識對方 就為之知音 第二拜呢 就叫做 連波相遇 敏頸之交的拜 這個故事呢 就講到呢 連波 老將 和論相遇 的 敏頸之交 這種叫敏頸之交 他就是 道歉的喔 那第三拜呢 叫陳 敏順 雷二交七之交 好像 愚交愚七 那樣 第四拜呢 叫做 原八巨兄 雞鼠之交 第五拜呢 叫做 國哀百徒 社命之交 第六拜呢 叫做 劉關章 生死 兄弟之交 第七拜呢 第七拜呢 叫做 紀念 即是說 除了 知音 敏頸 愚交愚七 雞鼠之交 社命之交 生死之交 管道之交 還有 亡年之交 這種呢 百拜就是這樣 這樣 起的了 那 大家呢 聽聽這個 白牙子旗呢 就是 有一個 出處呢 它是出處於 烈子 烈子 講話呢 這個 這兩位 春秋時候呢 這個叫做 百牙的音樂家呢 精通音律 琴藝呢 高超 當時的古琴呢 現在流傳到下來 現在還在用著 都不是說不久 中國 後面那些 樂器啊 譬如 現在我們經常見到那些 這樣的琵琶 是 楊錦啊 二虎啊 爺虎啊 這些呢 其實是外族 傳進來的 中國固有的呢 就是那種呢 笛啊 或者呢 還是古琴 那 他的老師呢 連帶他去東海 帶他呢 就 去了東海的鳳來山 就 傾聽這個 大海傳來的陶星 就要他領略大自然 壯美的神奇 使得他誤出呢 原來天賴啊 上天的天賴 的音樂的真題 他彈到琴來呢 於是乎那些聲音呢 就 接近大自然了 就好像高山流水那樣 那麽 那麽 掌管很多人呢 讚他 說他的琴藝高超 沒得頂 但是呢 他覺得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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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聽到我琴音的人 有幾多個人啊 那麽人聽到我內心境界呢 啊 真正的滋音呢 是真是很難找到的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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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平了 魂开见月 景色迷人之際 面对清风 白牙 思水万千 琴庆大发 于是 带着随身来琴 专心自意地弹了 一首曲 正是 他沉醉在自己的琴声的时候 忽然 忽然间看到 岸边有个人 很静心 听他的琴 于是乎 他就请了这位老友 上船 这位老友当年 借了一个潮夫打扮 就是说 不是凌罗筹断 普普通通 一个斩柴佬而已 不过上不到 潮夫进来跟他对话 居然满腔财学 满腹经论 对他所弹这首曲 光手曲 所弹的琴的音 遥如指掌 令到百雅大为惊讶 哇 为什么这个这样的粗人 是一个潮夫来的 都能够辨识到他 琴中之意呢 于是又想起高山又弹一曲 那这个潮夫就大赞 未再阳阳腐 大人之意 再高山也 哎 不用说 为什么他听一听呢 又去 感触 弹出一曲 永流水 所以他说 那潮夫听完之后 没过去听的 潮夫自读心术 知道了他的意思 又说 未再阳阳腐 志在流水 哇 百雅一听又惊又起 即刻以贵宾之礼问 天下明示 请教高姓雅明 为什么 每个人说自己是才子 都听不明白我的曲 而呢 这个潮夫 一个山中的粗人 居然呢 能够一听就知道 我讲高山流水 百雅这么高兴 问到呢 天下言示请教高姓 大明的时候 潮夫呢 就 轻轻作一还例 他说 在下就姓钟 贱至子奇 就是他叫做钟 子奇 百雅一听到这个 潮夫讲出的真名之后呢 他说 相识满天下 知心能己人 人咯 于是乎 于是乎 命令他那些 年轻 焚香 延足 即刻 同钟子奇 结为兄弟 并相约呢 来年 仲秋 在这里再次 见面 这句呢 这句呢 说话感叹呢 现在经常用呢 叫相识满天下 知己 就是能己人 他原来呢 他原来呢 就是说 知心能己人 事实也是的 真的呢 有几粒个 真是知心的呢 那第二年 有没有 中秋 过节的时候 大家 百雅 和 紫旗 相会呢 世事呢 没那么理想 这个时候呢 已经阴阳相隔了 原来呢 紫旗 钟子奇 已经在前几个月 不幸 染病去世 百雅呢 赶到紫旗的坟前 辅助自己 彈给紫旗听的一个琴 弹回刚才 就上一年 那曲 高山流水 弹完 以制 这个知音的 朋友 曲组 用刀 断言 断言 意思呢 用刀呢 割烂了自己 那个琴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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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言 仰天而叹 知己不在 我古琴 为谁呢 都没人懂得听 我还 就来干什么事呢 于是乎呢 讲完呢 将那琴呢 打 打落个制台那里 那琴呢 因而呢 碎裂了 缘呢 又被他割烂了 从此之后 好厉害的音乐的白牙呢 始终 不再古琴 啊 后人呢 觉得这个 这样的 白牙 和 紫旗呀 两个人 之间 这种 一听琴 而大家心照 意会的 崇高友宜呢 就在 那个 越湖的边 起了个琴台 来到去 纪念 白牙之旗的故事呢 千古流传 戏曲就一唱的了 那今天呢 再一次呢 跟大家讲一下 那但是时间呢 已经差不多 下次呢 我再提提 白牙之交 里面的第二交 所谓 敏颈之交 敏呢 自杀那个敏啊 敏呢 这个敏颈之交 是 联波 还有论相遇的 那这个字呢 你看到个 颇 颇为 有趣的 皮子边 做个 叶字 但是呢 这个字呢 不是读颇 人呢 读年波 又啊 有句说话叫 年波 老耳 尚能 犯否 这个老障 那究竟这个 敏颈之交的故事呢 请呢 下周四 同样时间 继续收听 拜拜 请请